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孙文杰律师 那上期节目呢 我跟大家介绍了一下 H1B签证的一些基本要求 那我也提到了 如果今年的H1B签证抽不上的话 我们还有哪些选择 那今天的话题呢 我想跟大家具体来谈一谈 O1B签证 O1B签证呢 是在H1B签证没有抽中的 没有抽中的情况下呢 我给大家想非常隆重介绍的一种签证 O1B签证呢 实际上它只是O1类签证的一种 那O1签证呢 它也是一种非移民类的工作签证 分为O1A和O1B两类签证 那O1的适用范围呢 包括教育 商业 还有这个科学 体育 艺术 电影 电视类 那么O1B的覆盖范围呢 是在这个艺术和电影电视类的 电影电视这两大类的这个专业当中 那我们以后有机会呢 再会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O1A的签证 那这期节目的话呢 我想跟大家聊一聊O1B签证的这个具体 适用的人群和范围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O1B签证呢 它覆盖的两大类是包括这个艺术和电影电视类的 电影电视呢 在整个的这个O1的体系当中 也是处于一个比较特殊的地位 那么我们其实大部分的客人在申请的时候呢 围绕的还是艺术类的方向 比如说 艺术它涵盖的范围也是非常广的 比如说 比如说一个歌唱家 一个这个乐器的演奏人员 包括这个记者 走纽约时装中的模特 我们都会把它归于到 归在这个O1B艺术的这个大领域里面 那我接下来呢 就给大家啊 去介绍一下这个O1B的这个具体要求 那O1B签证的话呢 移民局是给了我们六项具体的这个大的要求 那怎么去符合这六项呢 那很多这个申请O1B签证的 签证的主要申请人员呢 也是刚毕业的学生 或者说社会阅历并不是非常足的学生 我怎么样才能去达到这O1B的要求 我做到什么样才能符合移民局所说的 结穷人才 结穷人才的这个要求呢 那我们可以看第一点 O1B它会要求受益人呢 在有一些具有声誉的制作或者活动当中呢 它是重要的参与者 那这个当然是翻译成中文来说的一个说词了 那我们所谓的这个大制作呢 它既包括一些作品 它也包括一些比赛 好比说 好比说咱们这个 比如说咱们现在有一个这个小提琴的这个演奏家 比如说咱们这个咱们这个演奏家 这个可能还不能称之为家是这个音乐学员刚毕业的一个学生 那我怎么样去证明我在一个大的具有大的声誉的制作或者活动当中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呢 两点 首先我可以去参加一些演出 对不对 一个演出我们可以把它视为一次大的制作或者一个大的活动 那么你在一个演出当中你是一个小提琴的独奏人员呢 还是说你在一个乐队当中你是一个这个第一小提琴或者说第二小提琴 或者说在一个比赛当中我们也可以把一个比赛是一个活动对不对 啊你是不是你是不是在这个比赛当中获得了一定的奖项 所以说它的试用范围是非常广的 那么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向来说 嗯 艺术类的话呢 其实是涉及到很多的这个啊 比如说画家呀 摄影师啊 呃艺术家 那我们我们一个画家的话 如果他开他他开过画展啊 单人展双人展或者说群展或者说这种各种展览 那其实他所参加到的展览我们就可以把它看之为是一次活动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啊我们就要看一看整个活动当中呢 我们我们去怎么去证明这个受益人在这个活动当中的一个重要作用 那我们刚才提到如果如果画家是开展的话他在这个展他在这个展览当中 如果是个人展的话那么这个作用啊是不言而喻的 因为整个展览的话呢啊这个画家他是唯一的主角啊 但是有很多的啊有很多的有很多的情况当中呢 画家他参与的是群展或者说呢一些刚毕业的学生 他是没有那么多机会去做一个个展的 那么多参加群展呢 对于一个申请人来说也是有好处的 比如说一个很大的群展 但是呢你怎么去凸显自己非常重要的地位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一些这个艺术评论家的评论 或者说有一些展览呢 我所了解的是有一些展览在展览结束之后呢 主办方会给这个艺术家或者说给这些画家呢 给他们颁一些奖项 就是说可能一个展览他所包含的呢也有比赛的成分 所以说如果参加一个展览结束了之后 主办方给了你一个奖项 比如说最说欢迎奖或者说这个最佳创意奖 或者说呢在一个这个在一个这个活动结束了之后呢 有一个这个艺术评论家专门说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去介绍这个活动 并且呢专门去提及了几个这个给他印象深刻的艺术家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是可以把这种这种评论性的文字或者说奖项 作为去证明这个申请人呢他在一个活动当中占有非常就是非常重要的地位的一个一个这么个证明 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是是不是说随便随便一个群展或者说个展或者说随便一个作品一个活动 我们都可以把它称之为一个重要的都都可以把它称之为有声誉的这个活动或者奖项呢 那肯定不是这样子 那一个活动或者说啊一个活动或者说一个作品我们怎么去证明它的声誉性 这也是非常啊这个答案也是非常直接的啊 移民局是想看到这些活动的是不是收到了足够的这个商业报道 对不对啊一般一个活动咱们就拿一个这个 咱们拿一个这个群展或者说一个群展加比赛来说 嗯移民局想看到这个活动的报名章程 他想看到有哪些有哪些艺术家有资格参加这些活动 是不是说我投稿了我就能上 还是说我是从一千多个这个申请人当中呢 我会选择有有这个有标准性的选择一些艺术家 有选择性的我才让他上这个群展啊 然后呢我们要看一下评委是哪一些对吧 然后或者说我们可以看一下他所展出的这个地点在哪里 啊这一切的一切 他其实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标准 但是所有的因素都在影响着 对吧如果他的这个报名章程里面说 哦必须是这个从业十年以上的艺术家 或者说我展览的地点是在这个大都会博物馆 哦再或者说这个我们全程都会有这个 呃New York Times这个跟进报道 那么这样一个活动的声誉呢就非常显而易见的可以体现出来了 那么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说呃受益人他本人呢一定要获得国家性或者国际国际性的这个成就 这种成就呢是通过在主流报刊杂志或者说其他关于这个出是个申请人的出晚物当中体现 那其实这一点咱们说那么多就说这受益人吧 你得有这个媒体曝光对吧 嗯可能对于咱们大部分的这个大部分的留学生而言 如果你不是不是搞艺术的啊 你不是搞电影不是搞艺术的 你可能这个非常困难才可以在这个电电这个在电视上 或者说在这个报纸杂刊上对你有一个个人的曝光 但是我觉得呢这条其实是最容易满足的一条啊 咱们比如说我觉得对于一个这个呃对于一个这个乐器演作家来言啊 参加比赛和这个参加演出其实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 那么这个媒体的曝光呢就是说这个媒体呢 他要不仅仅是对于这个活动的这个报道 我们所要求的是这个媒体呢对这个啊参与人对这个申请人表演人 他是有自己的报道的啊 那而且呢这个在欧万的申请当中 好欧万他毕竟是一个非移民类的工作签证 对于这个媒体的规格呢并不是有非常高的这个 并并没有一个非常高的这个要求 并不是说哦一定是要是这种上升到 New York Times或是New York Posting这种啊 非常主流的这些纽纽约的媒体 其实咱们华人有啊咱们华人在咱们华人圈子里面呢 有一些这个发行量不错的这个媒体报刊 其实这些媒体呢也是符合这个啊曝光的这个要求的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嗯可能有一些申请人吧啊 在国内念的本科 然后呢他可能是艺术类的这个研究生是在美国念的 那么如果呢咱们这个申请人在国内 他也接受到了一些这个啊媒体杂志的报框 啊包括这个啊中国的省级啊地级的电视台啊 或者说啊报纸啊或者说杂志啊啊甚至说网站 对不对像这个新浪搜狐这样门户性的网站 这种的媒体报道呢都会符合咱们O1B当中 对于媒体报道这么媒体的一个要求 那么接下来一点的话呢就是说 我们要证明这个申请人呢 在一个机构当中可以担任一个重要的职位 那这一点的话呢我觉得对于就是电影电视啊 或者说对艺术家来说这点反而会稍微困难一些 因为众所周知啊大部分的电影电视这个同业人员 或者说艺术家他可能他他他所工作的这个 他所服务的这个呃他所服务的这个这个呃工作单位啊 他并不仅仅是一家啊有可能就是 就是纯粹的这个呃自由经营的经营人员 比如说有一些摄影师他可能就是不间断的为一些 这个大的这个大的这个杂志啊拍广告或者说拍片 那符合这一点的话呢我我我个人的经验感觉下来哈大部分是记者啊 因为很多的记者在申请O1B签证的时候呢我们会经常用到这一点 因为他们大部分是服务于美国这边比较大的一些这个新闻媒体 那实际上那咱们也不能就把就是就是一拍二了啊就是一杆子拍死就是说其他的这个职业呢 这这方面不好升级那其实还是有很多例子咱们可以举的比如说一个服装设计师服装设计师的话呢 我的经验看下来大部分也是会服务一个比较固定的公司 比如说他可能长期也服务于很多其他的公司做一些freelance 但是他有呢他也有主主要服务的一个对象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品牌或者说也是一个大的公司 或者说啊建筑设计师他可能在一个比较有名的设计院去工作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他也可以符合在重要机构当中担任重要决策那么一个职位啊 这么这么一个要求啊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啊第四点就是说受益人呢他拥有啊他的成就呢 获得了重大的这个重大的商业的成功这一点的话并不是说并不是说我通过我的工作呢 我获得了很多的钱或者说我有直接的经济收益什么叫商业上的成功呢啊咱们举一个例子啊 比如说现在我们有个模特来做O啊这个模特呢他可能代言了一个很新的一个化妆品品牌 那如果这个模特在代言了这个化妆品品牌之后呢这个化妆品的销量一下上去了 这就算是一个商业成就啊或者说我们做过很多的这个平面设计师 那这些平面设计师呢比如说这个平面设计师呢他给一些这个产品啊他设计外包装或者说设计这个logo 那么这个如果呢这个这个这些产品他的销量啊因为这个平面设计这些外外型包装 而他的这个销量有有所提升有所上升这也是算他的商业成功啊再比如说啊再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啊再比如说有一些艺术家啊比如说家具设计师 他通过这个啊他通过他自己的设计他开设了他自己的这个啊开设了自己的工作室 然后他的工作室呢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这也算是商业上的成就啊所以说呢咱们在评判这一点的时候呢啊可以尽量的把远光给放远 并不是看仅仅说我目前拿到手是多少钱啊我这个我去年报税报了多少我现在W2有多少1099有多少钱 这并不仅仅是通过这个工资来判判断的啊他这一点的这个证明要求呢其实主要是集中在商业这两个字上啊那么第五点 受益人他的成就呢要取得啊组织啊评论家或者政府机构的这个啊认可 那其实这一点的话呢我们其实通常呢是通过一些推荐信来证明的啊 所以说我会建议我的很多的O1的客人啊如果我觉得你可以做O1第一步是要做什么 第一步把自己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你觉得符合条件或者说对你深信有帮助的地方列出来做一个很专业的这个简历出来 第二步干什么第二步要去找你的啊去找推荐人一般O1呢我们会推荐提供6到8分的推荐信 那么推荐人的话呢你可以找你的导师啊或者说找和你合作过的一些人啊比如说咱们拿模特来举例啊你可以找和你同台走过秀的模特对吧 你也可以找请你去走秀的呃摄影师或者说找你去走秀的一些这个呃设计设计师 服装设计师这都可以或者说啊啊帮你帮你这个帮你出版过大片的一些媒体报刊杂志你你也可以找他们 那在比如说啊咱们举一个咱们举一个稍微这个呃近点的例子比如说一个建建筑设计师哈建筑设计师的话可能更多是从这个H1转过来的一个方向 那么建筑设计师呢你可以找你工作的上司对吧然后和你一起工作过的这个同事啊或者说你的直接分管人或者说你们公司的大boss 然后的话呢啊你还可以找一些和你合作过的其他的这个建筑设计师啊或者说你如果做过一些商业的案子比如说你们你们这个老板丢给了你一个项目对吧可能让你去给一个啊去给一个这个商业的地产项目去做设计 那么这些商业地产商业地产他的这个developer或者说跟你合作过的这些商商业方面的商人也是可以给你提供这个推荐信的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啊咱们这个推荐信呢啊分几个方向去找一下基本上呢是可以找到这个啊比如说八到十个这么样一个候选人那么我们可以一个一个去联系对吧可能最终英明可以给你推荐信的呢也就那么六到八个人啊然后除了这个 除了这个专家哈除了这个业内的人士之外呢有一些有一些O1的专业呢他可能是需要一个啊这个工会或者说一些组织出这个adversary opinion啊比如说非常呃这个非常常见的这个平面设计师或者记者这两个专业的话呢是非常常见的一定是需要一个association 他出一个adversary opinion那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就不是咱们这就不是咱们自己去找的了这种adversary opinion呢通常是你的律师呢把你的所有材料都准备好了然后他去帮你联系他去帮你联系这个专业或者说这个职位啊这个职业的这个组织啊或者说association去帮你出这个adversary opinion 那这个这个呢他们这些association呢当然都是有偿服务了哈这会也会产生一些额外的费用但是呢这些association又都是移民局指定的那么几个啊所以说呢这这这这这个的话呢就是说不需要你自己单独去找但是咱们要对这个的时长啊或者说对这个费用呢也有个心理准备 那最后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整个O1的申请人啊在啊在他所提供的这个服务当中呢取得了比较高的薪水或者说可观的报酬那这个第六点呢咱们其实可以跟刚才说的这个呃刚才说的这个嗯第四点做一个对比刚才第四点我有说过啊这点呢第四点咱们说的是取得了重大的商业成就重大的商业成就呢 它是更更focus在商业这一点但是呢在第六点的话呢它更注重于你个人的收入 比如说呃比如说一个这个平面设计师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哈大家申请H1B都知道这个H1B呢劳工部他有一个规定的privilement wage 那么劳工部呢也对每一个职业他有一个他处理个劳工手册比如说这个职职位平均年薪是多少啊80%以上的人拿到多少钱就是说或者说处在 这个整个收入90%金这个金字塔塔间的那些人拿到多少钱对吧如果你的收入通过W2也好通过劳动报酬合同也好可以体现出你的收入是在整个金字塔塔间的啊塔间的地方或者说你的收入远远超过了这个数据统计的比如说数据统计啊这个一年拿10万块的这个平面设计师啊基本上可以占到这个呃收入的99%这个情况 结果你的收入是20万对吧那就远远超过了他的数据的这个范围这也是可以证明的所以说啊以上呢就是说我对这个O1他六点要求一个比较简单的平息啊那也欢迎大家呢给我提问啊我会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问题呢下期给大家做解答那说到这里的话呢我想说我想跟大家再去再去继续聊一下 为什么O1签证它是一个它是一个这个O1尤其是O1B签证它为什么是一个啊大家可以选择的这个呃非常好的一个签证那首先呢它是它不像11万币一样它需要抽签那第二点呢就是说O1B签证啊它其实更看重的是你的个人能力是你的个人追求并不是说你这个行业你这个职位的这个专业性 那其次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O1B针对于那么多的艺术家和电影电视从业人员来说呢O1B的sponsor它可以是一个公司它也可以是一个个人而且这种sponsor的形式呢是可以通过雇员雇主的关系来来这个sponsor也可以通过agency的关系来sponsor所以说举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比如说我现在我是一个摄影师我想申请O1签证 我并不是说我一定要找一个公司来做我的sponsor或者说来找我的雇主我可以找一个经纪人我可以找一个单独的经纪人来做我的sponsor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这个O1的sponsor相对于H1B的sponsor它寻找起来的难度就非常低了而且对于这个O1O1B的这个sponsor来说如果是通过经纪人的这种情况去给这个申请人做申请的话 是没有最低工资要求的他呢也就不仅是没有最低工资要求他也不要求这个经纪公司或者说经纪人啊给这个O1的申请人发工资啊基本上呢我们会提交一个这个agency agreement就是说一个经纪代理的协议啊那么这个O1sponsor经纪人或者说经纪公司和这个摄影师之间呢他们之间是一个合作的关系啊比如说啊比如说我这个经纪人呢 我在外面给这个摄影师懒活啊懒到一个商业摄影的活有一万块钱的酬了那么我跟这个摄影师我俩分我分二然后摄影师分八那这种一个分配的模式合作的模式就是我们O1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这个经纪啊经纪人或者说经纪公司代理的一个模式所以说相对于H1B有最低工资标准而言的话他就会灵活很多那另外一个呢由于H1B设了这个最低工资啊 最低这个工资要求所以我们上期有提到H1B他的雇主呢即使可以是一个新公司但是呢也要证明我们这个公司有足够的财力去可以支付这个啊这个申请人的这个公司工资但是O1的话就不一样首先我们对于这个O1他没有一个最低工资要求甚至并不需要给你发工资所以说这种情况下O1的经纪人或者说经纪公司 只要有只要他是一个圈内的人只要他有这个可以发挥这个经纪人的职能那他就可以作为这个O1的O1的这个sponsor所以说大家在寻找这个O1sponsor的时候可以去注意一下我并不是说我随随便便还找一个啊找一个这个sponsor他都可以sponsor我他一定是要是一个圈内人对不对比如说咱们这个摄影师啊他找sponsor可以跟他一样的同行是摄影师那他也可以找一个影楼 那这种情况下比如说这摄影师他是个新人他只有非常零散的零零散散的这个作品发表发表过或者说这个影楼他是刚开张的但是呢影楼或者说他摄影师本身他是具备这个懒活或者说这个具备这个经纪他的这个职能的话呢他就可以作为这个O1的sponsor那我最后说一句哈就是这个O1B的sponsor哈如果是要找经纪人或者说经纪公司的话呢啊公司的话必须是一个美国公司经纪人 的话呢必须是用美国的公民或者说啊是美国的这个绿卡啊啊然后最后一点呢我想跟大家说H1B呢众所周知他的这个申请的上限呢啊是这个啊啊每次申请三年然后不得超过六年哈除非呢是你拿到了140的这个啊批准函那么你可以突破六年限但是整个O1的申请呢啊 它是一批三年啊延期的时候呢看你的sponsor有没有变如果是同一个sponsor的话呢它给你一年一年的延如果你延期的时候第一个三年的O1到期的时候呢你换了一个sponsor那他会再给你额外的三年啊所以说这个O1而且呢这个O1它是没有一个年限的上限的比如说我现在想在美国搞这个电影电视我觉得美国的这个市场非常的好对吧我可以没有绿卡我可以就 通过这个O1的签证在美国搞搞这个发展我的电影电视或者说发展我的艺术其他的这个艺术事业那这种情况下呢只要你每年愿意去延期的话你可以甚至无限期的延下去啊那当然呢这种情况也是非常少见的啊因为其实在咱们实际生活当中大部分的O1申请人啊O1申请的学生通过三年或者说一到两个O1周期的这么一个过渡呢基本上都可以达到这个EB1A也就是说 结顺才移民的这个要求那这个呢我们以后再做解答啊所以说啊今天呢也非常开心跟大家分享了这些这个O1申请的这个信息啊所以说希望大家对这个O1的这尤其是O1B类签证呢啊有所了解那下期的话呢我想跟大家去聊一聊这个O1A的签证那或者说如果大家有其他的问题或者其他的意见呢也欢迎一起留言 谢谢